白内障呢 一旦摘除之后 白内障这个组织就没有了 谈不到复发的问题 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患者 做完手术之后一段时间 比如说几个月 或者是一两年三五年 出现了再度的视力下降 这个视力下降呢 不是白内障 就再度出现 而是呢 我们在做手术当中 刻意保留的一层囊膜 这个囊膜呢 它是有用的 在手术当中非常重要 因为它像一个带子一样 承载着我们那个人工晶体 我们人工晶体 只有放到这个带子里面 它才能够稳定的 在眼球的正中央 才能够起到它的光学作用 但是呢 这个带子既然是人体自身的组织 它也一定会随着时间的迁移 会发生一些改变 比如说这个囊袋呢 有可能随着时间的迁移 变得变厚啊 透明度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也会影响患者的视力 这种就不叫白内障了 我们叫做后发障 也就是那层囊膜激发改变 造成了视力障碍 它的治疗也和白内障不一样 那我们只需要在门诊 做一个简单的操作 就是激光 来把这层浑浊的囊膜呢 切开一个洞 这样呢 就在四轴区域呢 不影响患者看东西 患者呢 就可以重新获得清晰的视力 所以呢 这个是需要跟所有的白内障患者 在术前就交代的问题 当然白内障患者疏后出现这个情况 也不要紧张 到眼科去进行检查 做一个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了